到 到 非常高 听到 听到 人到 听到 黑道 白道 滑到 吃到 走到 右道 站到 人家做到 打 非常大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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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所八道 1987年 已故香港演员吴马 在《倩女幽魂》里 扮演道士燕世霞 也让她抱回了一座小金马 打鬼大师加持下 吴马拿下第24届金马奖 最佳男配角 当时一同来台领奖的红粉之己 眼前观众可能会觉得很熟悉 她可是后来被封为 鬼后的王玉环 有两大鬼后 第一个就是大家很知道 是王小凤 小凤单眼皮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 王玉环 她就是脸比较长 眼睛比较大 然后其实王玉环 她来扮鬼更吓人为什么 因为眼睛很大很远 扮起这个鬼的样子 其实大家印象很深刻 是因为她演的鬼片 比王小凤要多很多 我想想人就是一个命运 王小凤那一部电影 加持先生他不是红了吗 加持先生红了之后 第二部刘光伟导演 要找他演的时候 我知道他好像推了那部戏 因为他可能知道那部戏 要扮僵尸的嘛 那他就说问我要不要演这角色 那我说我愿意 王玉环他很愿意 很愿意扮丑 很愿意这样子 做各种的造型的牺牲 甚至于那时候 那种戏都是要掉钢丝 掉威亚 要打斗的 要摔什么 王玉环他也不怕 他觉得说无所谓 拍戏本来就是应该这个样 王玉环从此成了导演 心目中的女鬼 女妖精的最佳人选 从1986年到1992年 短短6年里 王玉环就拍了十多部鬼片 奠定香港影坛鬼后的地位 但不说你不知道 王玉环是个中韩混血儿 15岁小小年纪怀抱明星梦 从韩国跑到台湾学表演 国立一专 那个时候叫一专 现在是国立一专大学 当时家人好像不是特别赞成 你去走 你刚开始的时候是没那么赞成 后来我也坚持 那妈妈就说好吧 那就你这样考上 你能够考上就给你去吧 就这样 2015年王玉环还来台 参加毕业37年后的 台艺大同学会 台湾乡土剧演员谭学斌 导演赖绍阳还有编剧 都是他的同学 因为我独一校嘛 那时候中间我就做 时装模特儿啦 拍广告啦 那有什么机会我就去找 就后来我看到 吴玛导演来了 那我就第一次 我就觉得 这个人好特别啊 这长相很特别 那你是说他丑还说他帅 特别 太丑了 很滑稽 很可爱 那所以我心里想 这个人 我以后才见到他 我一定认得他的 我记得那时候我日差小 我二十岁嘛 他是三十五岁 他比我大十五岁 三十五岁 他是怎么追着你的 他没有说怎么追我的 我就感觉像不觉得 就在一起了 没有说 只是他每次对 那时候可能年纪小吧 导演来送我回去 其实那个是在追你 那时候不是傻傻的吗 导演来送我 好感动啊 好好好 这个剧组好好 对 人都好认心 就人没有觉得 他对你有什么 任何的就是说 无良企图 没有没有 他就是很觉得说 太晚了 收工了 顺便兜一兜你 吴玛的体贴 让小他十五岁的 王玉环坠入爱河 王玉环就跟着吴玛 到香港去了 那在香港的时候 其实我刚讲 吴玛她是 每天眼睛一睁开 所有的事情 都是跟电影有关的 也就是人家来讨论剧本 所以家里每天 进进出出 非常多的人 王玉环就要开始烧饭 那时候我记得 我家就叫乌玛Club 乌玛俱乐部 反正每个人都来了 就是副导演 自片 编剧 全部来 你一个人要给 多少 二十多个人做 对 二十几个人 你也乐意 乐意 当时香港电影圈 都称王玉环为 吴玛嫂 但这段感情 谈了十五年 最后还是分手 其实她人很好 真的 你说 我觉得她做哥们 是一级棒 那做老公呢 我觉得我也必是一个 好的伴侣吧 和吴玛分手后 王玉环遭逢90年代 香港鬼片没落 她卸下明星光环 转做保险 当我决定做保险 我就说 我就是个保险创业员 我就是一个财务策划 我就普通基层做起 那我就开始坐地铁 那以前穿衣服 你做演员一定是 比较花俏一点 或怎么样 你这些都不能了 那当然了 坐地铁有的时候认识 人家知道你 也会自自点点 那或者人家做保险 或者也有是我 没得捞了 捞保险 也有很多话 都有什么话 都听到 也就是说 她把自己整个的 放下那个身段 就从大明星 变成一个平凡人 她竟然可以创下 就是连续16年 得到业务冠军 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2014年 她投身保险界 20周年 许多席日演员好友 录影片恭喜 现在的王云环 在香港做到 保险公司的区域总监 年收入千万 她还有个幸福家庭 从鬼后到保险皇后 用自己的方式 写下传奇